裙带菜或者海带怎么办才好吃 今天我教你 首先咱们把干裙带给它放入盆中 之后向盆中加入清水 这个清水一定要没过裙带 这个裙带需要泡多长时间 这个不一定 有的裙带比较快 半个小时就好 有的需要泡一个小时左右 裙带菜泡好以后 咱们给它改成条 之后给它装入盆中 接着咱们根据个人口味 愿意吃洋葱丝的就放洋葱丝 要是不愿意吃的可以放蒜末 然后咱们开始调味 先向盆中搁上一勺盐 再搁上三勺白糖 这个菜不用放鸡精和味精 咱们搁上一勺生抽 一勺蚝油 然后再往进搁上两勺陈醋 挤一杆的香油 最后咱们再往盆中 搁上一点刚炸好的塑胶丝 这个玩意香 它比小米胶圈强 这样的咱们就可以给它抓拌均匀 这时候还有一样东西没放 啥呢 香菜段 咱们给它抓拌均匀以后 再放香菜段 防止给它抓的粘粘巴巴 转为大哈的 放完香菜以后 便捏过它 咱们手向这样式的 稍微得抖一抖 把它抖散以后呢 直接装盘 这样式的呢 一道开胃爽口的 半裙带菜制作完成 咱们整成一口 这小味还是相当的哇塞的